中国人配戴香包的习俗 可以追溯到双周时期 位于甘肃的庆阳 被称为中国香包刺售之乡 当地的香包受制技艺 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兴阳香包兼具立体造型 平面刺售工艺 涉及画图仰、製板、黏合、剪材、缝合等多度工序 有单面、双面挂件、摆件等大约500种饰养 对兴阳人来说 香包不单止寄托被灾祈福的愿望 亦都是脱贫置库的宝藏 全城人刘兰芳2019年培训超过2100个售粮 不少贫困家庭因此受到帮助 兴阳市现有刺售香包相关企业几百间 年产值过亿元 产品销往全国 以至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地 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兴阳抗疫香包更加成为其中一项抗疫物资 一针一线 售出中华民族千年历史 更加售出传统文化的感受未来 全城与文化共用 OurChinaStory.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全新感受未来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